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27日首次会议登场 我国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在墨西哥确诊隔离改以视讯参加 驻美代表小美琴则到场 跟美国副贸易代表毕昂齐会面 四个多小时闭门会议探讨贸易辩解 法治规定农业中小企业数位贸易等11个领域 促进共同贸易优先 创新包容经济成长的共享利益 最终也朝向洽签自由贸易协定风向努力 也在AIT与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主持下制定大胆的磋商路线 但这中甚至说不排除在加码合作面向 如关税减让服务业市场开放等等 至于碧昂齐则表示台美之间有着根植 与共享价值观的长期贸易与投资关系 这项长益将为劳工和企业释放市场机会 促进创新以及创建包容性的经济成长 双方也决定在近期内举行更多对话讨论相关议题 另外国发会主委龚明星人在华府进行专题演讲 他也公开强调 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刻 国家关键新兴科技等四大领域相关产业 未来可能有更好的合作布局机会 还说台美合作有三大模式 软硬体优势互补 扩大双向投资 共组产业联盟 在这波供应链重组下 有望把最先进的制程留在台湾 成熟制程则在全球布局提升台湾经济实力 欢迎新闻 无名夜白云飞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